发挥企业取之于社会回馈于社会精神 台北金星发公司创业满30周年 在植树节这一天来到花莲 提供了15万元经费 响应好人会馆环保酵素资助环境计划 除了可以帮助弱势家庭 更在大本运动公园多样性棋地 种下多树的原生种树苗 为地方生态尽一份心力 大本运动公园生物多样性棋地中 种了各式各样花花草草 环境看似相当肥沃 但这里其实曾经是一片荒芜 我们刚开始任养的时候 这一块土地上是长满国际大毒草营交局 还有一般俗称的狗牙羹 所以一般民众不敢接近 那我们任养之后 把这些杂草毒草清除以后 发掘这一块土地是杀子土壤 非常贫瘠 所以我们第一年种的树 几乎全均覆没 后来我们就是用环保酵素 去改良土壤 用友善的方式去种植台湾原生种的树木 或特有种的树木 那还有一些果皮 菜渣 豆渣来掩埋 那这一块土地就慢慢改善 然后这些花苗 树苗就慢慢长起来 好人会馆透过回修果皮 辅导弱势家庭制作环保酵素 以前和花莲县环保工作促进会合作多年 持续为贫瘠土地来增肥 而这一次为了响应3月12号植树节 特别发起了玉树苗送鸡蛋的活动 受到台北金星发公司大力支持 当然今天是植树节 然后能够种树 它是一个绿化美化环境 然后让这个整个一个环境更好 然后又是做一种环保 环保的一个想法 然后那就是我们今天做监证的 主要就是监给好人会馆 那好人会馆呢 凌结这些部落人这些老人们 然后大家一起去收集这些果皮 利用果皮会晤再生 循环的一个经济 也就是政府提倡的循环经济 让会晤再生的这个原理 然后能够做出好的酵素 酵素可以加在这个树 种树 加在树里面 让树让土壤更回沃 然后树长出来是利益盎然的 让整个一个季贫 富庶爱地球 这样的一个心意 那我们非常感谢金星发公司 今天提供了15万元 给这样子的一个 环保酵素资助计划 这笔钱全部用于 所有的受助的家庭的工资 就是他们做酵素的工资 那同时呢 我们生产多的酵素 也欢迎民众来购买 那当然我们剩的果渣 我们也会送到更环境不好的土质的地方 去改善它的土质 活化它的水系 发挥企业回馈社会精神 台北金星发公司创业满30周年 在指数节这一天到花莲 提供了15万块钱经费 响应好人汇馆 环保酵素资助环境计划 以实际行动帮助弱势家庭 也为地方生态种下一颗希望种子 借许立琴华联士报道